嘿 这里是QuayBB 那么去年的这个时候呢 我给大家带来了 这个 全息LED风扇 在结尾的时候我说过 它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比如它的LED分辨率不是很够 以及它无法存取数据 就导致它显示的图像非常的马赛克 以及时长也非常的有限 所以现在过了一年的时间 我们终于迎来了 全新一代的BBPOV 在这个视频我将会展示我的制作过程 以及它的最终显示效果 那么我们现在马上开始 那么首先升级的就是LED 原先的LED是市场上能买到的这种 50毫米 5毫米宽的LED 这已经是市场上能买到的最高密度的灯条了 那么为了能达到更高的密度呢 这次我使用了更小的LED 这个只有2毫米宽 现在目前能买到的只有这种 一颗一颗的没有焊接在PCB上面的 什么是PCB呢 PCB就是印刷电路板 我们所绘制的PCB上面的线路呢 就代替了我们这种导线 它们的作用是一样的 就是用来导电 所以使用PCB能达到超高的集成度 那么我们的PCB定制回来 并不是有这些东西在上面的 而是完全的一块空板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些元器件焊接到上面 为了焊接在那么小的银角上 我定制了一块钢网 就是焊接的地方会有对应的洞洞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膝膏涂在上面 但是涂起来并不是太顺利 我练习了好多遍也涂不好 然后我就把对应的元器件贴到PCB板上 一共有160颗LED 所以贴起来还是挺费劲的 最后我们把它放到加热平台上加热 上面的膝膏就会融化 如果完美的话 这样我们就焊接好了 但实际上有很多地方焊接不良 我用热缝枪不仅修了一晚上也没修好 还吹坏了几个 所以我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我生死熟虑了一下 花了几百块钱包括材料费 请那个专业的SMT 用那个机器 哒哒哒哒哒哒那种帮我贴上去 当我收到调好的板子之后 立马兴奋的拉起我的相机 开始拍Broad 然后最后我冲上电发现 诶怎么不会亮 然后我只是一看才发现 哇操不是吧 全部贴反了 然后虽然我联系了他们 他们也承认出他们的问题 他们说 诶这个LED我们不熟悉 没有见过这种声音搞错了 所以到这个地步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我自闭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现了有另外一种同样规格的 然后封装稍微有一点不同 也就是他们的引脚稍微有点不同 DELL AD 之前的几百颗都报废了 所以我买了新的一批 然后也订制了一个新的小的钢片 这次就顺利多了 但是还是有一些接触不良的地方 然后这次我控制好温度 非常小心的将这些地方重新弄好 然后来来回回重复十几遍这个步骤之后 终于 终于终于 我把它们全部完好无损的 贴上去了 然后还有一些SD卡槽 以及SP32这块核心 以前我们用的是一整块开发板 它包括了一些USB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然后这个模组呢 它就只有这个核心的东西 所以它非常小个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给它供电呢 上次我们是贴了一块电池 跟着它一起转 而这次我决定还是 用回我最早的方案 就是用无线充电 所以我们的硬件部分 总算解决所有问题了 实际上绝对比我现在锁的要困难很多 那么下一步呢 就是外壳 因为我们的这块东西非常的轻 所以整体而言 我都希望它越小越好 因为硬件部分跟外壳部分 我是同步进行的 所以硬件在过程中也有不断的改动 所以这个外壳也改动了很多次 那么3D打印的话 这次我升级了我的打印机 这次我用的是光固化 光固化打印出来的模型会非常光滑 当时打印完了并不能立马使用 还需要用酒精进行清洗 以及用纸外线进行二次固化 所以一方折腾之后 我们得到了我们的外壳 之后我们就要 呃...喷漆 那么你可能会问 刚刚打印出来不是黑色的吗 怎么又变成这个颜色 然后又要喷一次气呢 那是因为我打印了很多失败品 然后有一些喷漆也比较漂亮一点点 那么外壳的部分解决了 下一步呢就是软件代码 这代码并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复杂 压根就没有我以前做的BB Core留笔 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 这一次我们要存取图像 而ESP Sansa这块只有300多K可用内存的东西 然后实际做起来就会发现 有各种令人无法解释的问题 加上我们的LED在高速旋转形成图像 每秒有160颗LED要更新4800次 所以说为了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我已经炸干了这个ESP Sansa的所有性能 那么最后我们把代码烧漏进去 然后开始进行组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这就是它最终的样子 至少我觉得是非常酷的 我在它背后设计了一个相机的那种螺丝孔 这样就可以方便我固定在一些地方 就比如我突然想到 我有一个GoPro的那种头戴配件 我就试着把它固定在上面 然后发现这确实可以 只不过看起来有点傻 最后我把图像生成到SD卡里 这样我们就整装待发了 在长久以来的努力之后 我很期待它的表现 当它撞起来的时候 我发现它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漂亮 你看 这个好多东西 从本身上的核心给你 我们看起来 我们看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因为ESP32有WiFi功能 所以我可以利用它用来控制我想要的图像 然后我就想既然都有WiFi了 能不能用来实时串流视频呢 于是我又做了一个软件 然后把以前的代码又不断的优化优化 我觉得我已经把它的性能扎得一点支支都不剩了 最后我发现这确实是可行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来显示一些动态的东西 如果你有仔细看这个视频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我做了两个 另外一个能用的是另外一种型号的LED 但是那个效果我不太喜欢 但无论怎样这次的进步确实很大 那么还有没有改进的空间呢 其实应该是有的 因为还有更小的LED 加上我们可以再加两个叶片 然后错开的这样放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双倍的密度 但是现在这块ESP32的性能呢 它非常有限 所以下一次的升级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那么这个BBPOV是开源的 所有的代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我也已经差不多做了12年视频了 这是我读书生涯的最后一个视频 所以这里是酷儿一期待我们下次很快相遇 拜拜 qualidade 现在有请 东莞小姐 你辆小姐细 啊 啊